运筹管理学系 更是一个幸福学系 欢迎大家加入余力林指教 我们找到了运筹管理学系的王毅君同学 想了解他是怎么考上国防大学的 因此潜入他家去参观 根据他提供给我们的地址 位于新营区大德街50卷3号 接下来就由我们的主持人来介绍吧 各位观众大家好 欢迎来到举光源 今天要来介绍谁呢 是的 就是来介绍国防管理学院 最杰出最优秀最帅的学生 他通常都自称金城武的义君 是号称最后修正的 首先我们先来看一下他这里的房间的环境 3 2 1 翻车 不会不会 那不重要 说得好 读书就是要在书桌上读 先来看看他书桌上有什么 你看 他的课本已经放在桌上了 如此优秀 随时把课本放在桌上的同学 有几个呢 注意看好他的课本里面的笔记 让我们拭目以待 稍等一下 诶 同学 诶 同学 诶 是的 他读书的功力已经高到不用翻书 就可以念书的境界了 真是厉害啊 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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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考前是在书翻诞成这样子 诶 诶 你看 里面还有满满的笔记 看他读书以前一定很认真 诶 诶 先不看他课本了 看笔记本的部分 那我们来看看他的笔记 到底做了哪些内容呢 你看 这就是如此优秀学生成做出来的笔记啊 無此条条有理 无此干净 如此俐落的筆記 能做出這種筆記的到底有多少人呢 注意看他怎麼如此的認 如此的認真 沒有錯就是認真 這種筆記賣出去收聽比北歷語的筆記本還好呢 好這些筆記課本都幹過了 不重要 那大家還好奇什麼呢 書桌就已經想到他抽屜 這種讀書生 這如此優秀的同學抽屜 有什麼大家做得清楚 一定都是 一定都是 你看 如此優秀的學生 考試卷 試卷 這才應該是什麼 波音七四 超長這樣 不知道可以多用 不對的 這不是重點 重點是 找到了 你看 真正的考卷 就是要像這樣子 做滿滿滿的法寫 不是 是筆記 像這張考卷你看 他差一點就可以考到 五、兩分 的一半 這 這就是為你介紹的書桌的部分 書桌的部分先放一邊好了 我們換個地方來介紹 沒錯 現在要看的東西就是他的衣服 像這種衣服 一定都是充滿文學氣質的衣服 沒有錯 大家請看 是的 剛才那個衣服的片段 只是娛樂校口語 這不重要 讓我們看看 門辦的講算 如此優秀的學生到底有幾個呢 這 這個我們優秀的學生這麼優秀的牆壁 讓我來和照一張 等一下幫我解釋 好 進入了尾聲 讓我們做個完美的頂 義學同學 恭喜你 祝你 喔 是 生日晚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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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喂 打包